南美反美阵营分裂 阿根廷点燃了内讧大火 大家好 在上周末 整个南美洲陷入了莫名的混乱 阿根廷引发了南美 原本作为反美阵营伙伴的巴西和委内瑞拉 爆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 这让整个南美的反美阵营出现分裂迹象 这个事情的源头 估计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这里简单提一下 上周阿根廷的安全部部长布里奇对外爆料 说阿根廷驻委内瑞拉大使馆 突然遭到了委内瑞拉的安全部队的包围 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抵抗马杜洛政府的暴行 此言一出引发了舆论的哗然 委内瑞拉官方对外解释说 此前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 不承认马杜罗竞选胜利的结果 并暗中支持煽动反对派人士进行颠覆活动 甚至出现了刺杀马杜罗的行动 那帮人失败之后 逃往了阿根廷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庇护 且不论阿根廷有没有参与颠覆活动 但庇护那帮受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就是在干涉委内瑞拉主权 所以委内瑞拉这才出兵 包围了阿根廷驻委内瑞拉大使馆 要求他们交出反对派人士 这件事情上 理论上应该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外交纠纷 但是这个时候巴西却突然出面 要求委内瑞拉确保阿根廷大使馆内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 并且在阿根廷确认之前 巴西将代表阿根廷在委内瑞拉的利益 为什么巴西要出这个头呢 阿根廷人在几个月前就埋下了这个伏笔 7月份的委内瑞拉大选 马杜罗这个老牌的反美斗士胜出了 在派遣公兵登陆暗杀 扶持代理人夺权 反对派颠覆等一系列操作都失败之后 美国开始另辟蹊径 仍然拒绝承认这场选举的有效性 并安排在政治上要孤立马杜罗政府 所以7月中旬 阿根廷 智利 毕鲁等国也不承认 委内瑞拉大选的结果 委内瑞拉直接和那几个国家就撕破了脸 召回了外交人员 并要求对方立即撤出本土 而这个时候阿根廷和毕鲁一起找上了巴西 到了7月31号 巴西就正式接受阿根廷和毕鲁的要求 在两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关闭期间 全权接管他们在当地的外交权责 说白了 就是让出了阿根廷和毕鲁的利益 将巴西脱下水 捆绑在了一起 这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所说的 南美反美阵营出现了分裂的情况 委内瑞拉和巴西 如今外交纠纷也不小了 按照外媒的消息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正式撤销了巴西 在委内瑞拉对阿根廷毕鲁大使馆的代表权 怎么说呢 现在有三个看点 第一呢 就是撤销巴西对阿根廷和毕鲁的外交代表权 意味着马杜罗准备罢网印上攻了 藏医在阿根廷大使馆的几个反对派人士 马杜罗只不想放过 也不能放过的 因为那些反对派人士是美国的代理人 一旦国家被颠覆了 那对委内瑞拉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第二个看点 说明美国它依旧保持了对后花园的控制力度 当前南美的这个反美阵营非常松散且不靠谱 美国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同事操葛 第三个看点 阿根廷点燃了那场南美内讧的大火 但拉美人他也不是傻子 有朝一日美国示威了 阿根廷要如何再回头面对拉美人民的怒火呢 我们就等着瞧吧 好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我们再聊